它都开始了 一年上了 游戏叙事是这个行业越来越重视的话题 在做一个好玩的游戏的同时 讲好一个游戏故事 成为很多开发者所追求的目标 随着游戏硬件的不断提升 将游戏叙事放在一款游戏最核心的位置 让玩法成为叙事的辅助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位于波兰的Bluber Team 便是这样一家开发 以叙事为核心的游戏开发商 而他们之前的作品 基本都带有强烈的恐怖色彩 如前年发售的女巫布莱尔 还有知名的层层恐惧系列 以及他们的成名作《观察者》 这些游戏的叙事 都曾受到过媒体和玩家的好评 《灵媒》是这家工作室 今年的最新作品 也是Export Series平台 第一款主机平台独占的游戏 同样这也是一款 以叙事为主的心理恐怖游戏 女主角玛丽安 天生具有通灵能力 可随意游走于阴阳两界 这样的设定给人第一印象 会和知名的《积极岭》系列有所雷同 但实际玩下来 会发现两者其实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 游戏的世界观背景设定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波澜 而整个游戏从第一分钟开始 就充满了复古的氛围 游戏采用了固定场景切换 第三人称视角和预设摄像机机位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在同类游戏中 最早可以追溯到鬼屋魔影这样化石级的产品上 这种设计可以让玩家永远处于一种观察者的视角 而摄像机机位只会根据角色在场景内的移动 而进行小范围的转移 相比第一人称视角带来根本沉浸的恐怖感来说 这种视角实际上会给人一种被禁锢的束缚和压迫感 以及视觉死角可能隐藏的惊喜 让玩家猝不及防 另外这种设计会给收集类要素带来一些麻烦 看上去虽然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角度可以纵览全局 但却更容易错过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隐藏的某个收集品 强调叙事并不知什么问题 充满了互动性的游戏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叙事载体 正如近几年大热的底特律成为人类等游戏一样 对于游戏本身来说 通过一定程度的互动 让玩家来亲自揭开层层包裹的迷雾 让整个故事水落石出 这已经是一次完整的游戏过程 但在复古的系统设计和相对单调的玩法下 整个游戏呈现出来的可玩性就会显得弱了不少 玩家在游戏里就像在完成一场规定动作的舞台剧一样 缺乏了互动性所应该带来的成就感 恐怖游戏最重要的就是整体氛围的营造 无论是高级的心理压力还是落实的突然惊吓 对于不同承受能力的玩家来说都会带来恐怖感 灵媒显然是通过试图阴郁的场景设计 而给玩家制造恐怖氛围 再通过无法直接战斗而压制敌人 带来更沉重的心理压力 继而在足够巧妙的叙事手法下 让玩家完成一次恐怖冒险 从场景设计上 表世界那阴沉的森林 破败的建筑以及缺乏光线的室内 本身就给人一种不祥的气氛 而当主角穿越到李世界后 那惨淡的色调 诡异的场景 以及紊乱的音效 也让人充满生理上的不适感 在表世界里 游戏全程都只有女主角艺人 而在李世界遇到的NPC和敌人 则更加不是正常人的形态 再加上一些典型的恐怖片特征的气节设计 游戏的恐怖氛围 营造基本到位 但接下来的部分就有些不尽如人意 由于游戏中完全没有战斗的部分 这种通过更加紧张的操作 而带来的压力就完全无从体现 无论是被敌人压制带来的挫败 还是战胜敌人带来的释放 一个可以很明显拉动玩家情绪高低起伏的节奏 从游戏里缺失了 对于一个恐怖游戏而言 不得不说是非常大的遗憾 诚然战斗并不是恐怖感最主要的元素 经济岭就是通过匮乏的物资 让玩家不得不回避战斗 而带来更多的恐怖压力 灵媒中也有玩家需要通过躲避来绕开的敌人 但这个部分也做的较为单调 而且比重偏少 几乎不会对玩家造成更多的压力 我只能理解制作者是为了将重心发在叙事上 而不想因为过于恐怖而吓跑玩家吧 根据开发者的介绍 灵媒之所以成为Xbox Series平台的独占游戏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游戏采用了双线程同时进行的机制 而只有次世代主机才能扛得住这种高负荷的硬件要求 体现在游戏中的是 可游走于阴阳两界的马利安 在游戏过程中玩家将经常在画面上同时看到和操作 存在于表里世界中的它 这种设计确实给玩法上带来了一些新意 表里世界的马利安虽然在动作上完全一致 但由于两个世界的差异 会经常考验玩家如何去做切割与协同 玩家将要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情况来选择是同步操作两个世界的马利安 还是分开操作不同世界的马利安 而到了游戏后期 还会出现玩家需要反复在表里世界间来回 通过改变机关或者搜索道具 来帮助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不断前进 马利安拥有的灵式能力 在表里世界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表世界中 这种能力多用来查看普通人无法看到的物体或道具 在里世界中 这种能力则扩展为可以为自己提供防御屏障 而通过一些无法直接通过的地区 同一个主角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能力 确实给玩家带来了双份的游戏体验 因为故事是本作最大的卖点 所以本着不剧透的原则 我不会对剧情做出任何评价 我也不打算在这里透露任何我对剧情的感受 总体而言 这个故事还是值得花些时间来仔细品味 悬念与反转 可以说是每一个恐怖冒险故事的必备要素 但当你以为你可以猜到结局的时候 你很可能已经掉入了预先设好的陷阱 恐怖游戏中 另一个重要的氛围营造工具就是光影效果 支持光追的本作 在这一点上有着次世代级别的表现 另外强烈推荐大家用耳机进行游戏 让音效为游戏增加更厚重的恐怖气氛 更多里面资讯 请继续关注IGN中国 希望各位通灵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